在登記的前一刻 做出非常令人敬佩 而且格局遠大的一個關鍵決定 作為民黨的首招 我們所有在場的所有黨團的委員 我們在這邊對外正式宣布 我們把維州留下來 維州回家 維州決定 放下個人的委屈 放下新竹一地的恩怨 以更大的格局視野 還有智慧的考量 以同志情誼 黨的改革發展還有未來為重 以國民黨全國選舉的士氣跟效應為重 決定留下來跟黨團同志 一起努力打拚 不登記年底的新竹現場的選舉 全力將重心放在國會 以及國民黨的制度健全跟改革 讓國民黨的團結跟改革不再是口號 而是用行動來展現 所以團結重新築情 創造全國性的示範效應跟風潮 也值得我們的敬佩 現在 我就讓維州同志 維州委員 來跟大家講幾句話 維州加油 加油 謝謝 請成 這樣可以再次稱呼我以前的最好的同事 現在 未來也是 但是有一段時間 我們失聯 感受當然很深 其實過去四個月 大概是四個月的時間 整個季徒縣體力的這個世界 非常漫長 尤其對我來講 好像一輩子的漫長 我從這二十年後 從來沒有遇過這麼的重大的衝擊 震撼跟挫折 然後很多不可思議的事情 然後做了這樣的一個改變 我要跟大家說 我的聲明 有一個完整的聲明 我剛好 我聲明的內容 就是 當一個增聯者 一起同行 就是 我希望 決定了 留在國民黨 做一個改革政策 希望 大團的所有成員 跟我們一起同行 我希望 我是最後一個 制度善改的 犧牲者 我希望是最後一個 我決定 留在國民黨內 跟立議院 國民黨團的這些考同志 繼續努力打拼 改革國民黨 監督民監黨 我們一起同行 繼續努力 當然我也會 再次回到我自己的選區 新竹縣 深根基層 做好更紮實的努力 這是我 做的 一個決定 對於 制度善改 到此刻為止 我仍然認為 是不對的事情 所以堅持到最後一刻 我還是認為 這一次的善改制度 被國民黨造成很大的衝擊的影響 再次強調 我希望 我是最後一個 犧牲者 我們一起 當個鎮嚴者 一起 同行 謝謝 好 謝謝 維州委員 我想 坦白講 我們在場的 寶齊委員 我們在過去這段時間 我們也是非常的煎熬 我們也試圖 應該要把維州的事情 當成我們的事情 我們應該讓這個事情 可以更加的圓滿 而有助於黨內的團體 還有未來黨團的運作 來繼續把在野黨的角色扮演好 監督這一個無能的行政黨 我們也不能讓我們的支持者 感到失望 改革絕對是一條漫長的道理 這中間 會有挫折 會有困難 會有瑕疵 也會有 讓人家感到不滿的地方 但是 堅持改革 如果離開了 反倒沒有辦法達到改革的一個目標 所以今天 維州其實做了一個相當艱難的一個決定 有時候留下來 有時候留下來 堅持改革的道路 實際上是比離開的決定更加的確定 所以我想我們今天在這邊 真的很感佩也很敬佩 他這一個困難 艱難 而且關鍵的決定 所以未來 為州也將跟黨團所有的同志 所有的委員 攜手 繼續 扮演好 我們國會議員的角色 立法委員的角色 還有一個監督者 跟黨內 改革者的角色 我想他今天的考慮 已經不是 一城一地的格式 而是作為 國民黨重要的一級的戰將 他的選擇 他的決定 也不會只是影響 新竹縣的選舉 他會有超越新竹縣以外的效益 所以這個時候是我們該團結一致 留下來 一起為國民黨更好而打拼的時刻 包括維州自己都說過 國民黨是他最後一個政黨 他在最後一刻做得艱難 但是有氣魄 有格局 有智慧 而且令人敬佩的決定 留下來改革 比離開還要難 國民黨雖然遭到 心算鬥爭 錢可以散 但是人心不能散 國民黨此刻真正的黨產 就是為國民 為國民黨分攤責任 為國民黨奮戰的戰將人才 這是國民黨真正的黨產 林維州是我們國民黨不能丟掉的黨產 所以我們要他留下來 國民黨團 永遠是維州的家 我們今天這個場合 我們歡迎維州留下來 也歡迎他回家 我們在這邊 今天也算是為他接風洗成 只是希望一切重新築起 國民黨加油 林維州加油 好 加油 接下來我請我們這幾位委員 也講幾句話 好 先從 是 維州願意留下來 我覺得我聽到這個消息 我以為維州要去死 因為這個對他來說 這是他人生這一輩子當中 我相信是最大的一個挑戰跟一個決定 但是從我剛剛總召所提到的 他覺得是國民黨非常珍貴的一個資產 國民黨的黨產 然後呢我們也很高興 在最後的時刻當中 他真的我想我們都發揮了很大的祈禮 用我們的情把它留住了 那我們也很希望 維州的留住 任何改革 成為他所說的 任何的改革 必須要在黨內才有辦法 在黨外 你只是叫囂更多 其實你在削弱整個國民黨的勢力 這都不是我們每個人所看到的 他受的委屈 我們都知道 所以今天在這邊 我們力挺他 我們覺得他夠勇敢 我覺得國民黨有他在 國民黨一定能團結 謝謝 謝謝 林中生 好 謝謝 維州 您辛苦了 您委屈了 您是我們國民黨一級的戰將 您是我們永遠的書記黨 永遠的書記黨 歡迎您回家 我們一起來打兵 監督這個 不負責任 不知年間疾苦的 維州 維州 謝謝您 真的辛苦了 歡迎 謝謝 謝謝 來 維州一路走來的努力 其實我們都看到 維州的委屈 我們每一個委員 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也感同身受 我相信社會公民黨黨團的每一位成員 大家都願意為這個黨付出 為這個黨努力 但是更困難的 是成為維州在整個過程當中的 為黨忍讓 其實這真的是非常艱困的 我相信我們黨團的每一位成員 仍舊認為制度非常重要 或許黨中央在整個過程當中 有不同的考量 但是我們仍舊認為制度 其實是我們接下來要走的一條非常要走的 要走的一條非常努力的道路 所以我們不在這過程當中 每一位委員其實或多或少有機會跟維州溝通 我們都希望留下維州重要的資產 我們同志大家彼此在一起 繼續為黨的改革繼續努力 維州留下來 絕對是我們公民黨團最重要的戰將 我們不可以缺少人民 那接下來的道路其實更重要的是 我們希望從新竹做團結 接下來還有更多的現實 我們要努力監督 通過我們大家的努力 把這個監督的責任做得更好 好 接下來我們請裕臨 我想維州是一位道道地道的勇者 這一路上走來 我覺得他很辛苦 其實真的很辛苦 然後呢 但是他的勇敢跟毅力 我覺得是我們黨 很多我們黨的成員要去學習的對象 他是真正的勇敢 他勇於挑戰制度 勇於堅持自己的一些想法 而且堅持到現在 是因為國民黨 我們真的很需要他 所以他願意成全 願意再次的忍讓 然後回到我們這個大家體來 我們真的是太感謝他了 就是他真的是剛剛體誠所說的 國民黨不可多得的人才 是最珍貴的黨才 所以今天我們是非常高興 可以來出席今天的記者會 可以把維州找回來 因為過去我們並肩作戰 我知道他是有非常非常強的戰鬥力跟實力的 所以這麼不可多得的人才 今天他可以重新回來 真的是讓人太開心了 然後我覺得國民黨要好好珍惜這位戰將跟人才 未來我相信 維州在整個立院黨團 也會有更大的一個表現 那我們可以拭目以待 那這件事情我要說 其實也見證了國民黨 只要團結沒有不可能的事情 我們可以看到 從馬前總統 紅主席 朱市長 這麼多的前輩們 他們看到這樣的現象 跳出來 站出來 而且努力協商到最後一刻 然後可以把維州留下來 我覺得國民黨的團結 就應該是用這樣的行動來展現 所以過去大家可能會說 國民黨的大佬們不團結 但在這次事件上 他們示範了一次 怎麼樣為了黨 然後把真正的人才留下來 做了最大的努力 我覺得國民黨的希望已經開始看見了 2018 只要國民黨可以真正的團結作戰的話 我們真的非常的有希望 我要謝謝維州 謝謝你承擔了這麼多 然後今天重新跟我們站在一起 歡迎你們回來 謝謝維州 好 謝謝 謝謝 寶哥啊 寶哥重感冒 但是他非常高興 然後他現在近身中 他要我幫他講 感謝維州與國民黨團一起努力 所以他用行動來表達 對維州的感謝跟歡迎 好 好 我們常講千軍益德 良將蠻窮 維州真的是我們的戰將 我們黨現在 真的什麼都缺 我們不能再失去優秀的人才 尤其在立法院黨團 我們需要的是像維州這樣 更多的人才跟戰將 我們把在黨的職責給扮演好 我們要重新贏得民眾 對我們的支持跟信心 所以此時此刻 我知道 這個決定很困難 很艱難 他也很艱難 他也可能因為這個決定 會被很多人批評跟攻擊 但是他選擇承擔 他選擇 繼續走改革的道路 他選擇留在我們黨內 繼續堅持他的理念 跟改革的道路 我們也一定會支持他 我們也一定跟維州站在一起 在黨內的改革上面 在讓黨的團結上面 我想我們盡最大的努力 所以今天這個記者會 也不是只有維州個人 一個人的記者會 這是展現 我們所有黨團的委員 大家對黨未來發展的關係 也反映我們的支持者 對國民黨的期待 對黨團的要求 我們在這邊 我們要告訴我們所有的支持者 還有告訴所有 關心台灣政黨政治的朋友們 讓國民黨更好 相信也會讓台灣更好 所以今天的記者會 在這邊 我們非常感謝維州 做出這樣令人感慨的決定 那我們也跟大家 幫我們繼續來演 現在呢 我們就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可望給媒體 來做簡單的提問好不好 我想請問 我想請問 有傳說 您退選的主要原因是 吳主席 有承諾說 如果他民進黨黨主席 會提名你當議員 是有這樣的事情 還是他有被投訴過 我是報上看到這樣子的人 在這一段時間 大概兩個禮拜的時間 我們沒有跟黨中央任何一個人 有任何聯繫 他也沒有來跟我說 這些其他的事情 是早上我們發了通知以後 這件事情 雖然昨天 有媒體做了披露 但是我們都沒有對外 做回應 這件事情就是 今天早上 七點鐘 我們發了媒體採訪 才讓外界知道 這中間的過程 我想 當然 之前 很多的黨內的先進 都很關心 也或許 有跟維州做了一些討論 但是呢 今天的記者會 是我這邊 我跟維州 我們兩個 我們之前 真的也長談了一陣子 那甚至呢 開玩笑的講 我上個禮拜 要搭飛機 去美國之前 我跟 連休 還有 還有移民 我們幾位委員 我們在想 我們回來 就已經開始登記了 那維州怎麼辦 所以我們在機場的 那個 後機室 我們還打了電話給維州 最後一刻說 你要不要跟我們出國去散散心 我想說可能跟我們在一起心情會比較好 那已經是登記了前一個小時了 禮拜五 我記得是十一點左右的時間 禮拜二晚賽 禮拜二晚賽 因為我們實在捨不得他 那我相信他也捨不得我們 所以他最後做下這個決定 我覺得 一定是也捨不得我們 然後也堅持他自己的感覺 我們也支持他的理念 所以我回來之後 我又特地跟他約了時間 我說這個事情 因為他也還沒去登記 我們都想辦法在他登記 或者登記日以前 我們盡我們所有最大的努力 為了黨的團結 為了黨團未來的運作 特別是我做委長的總招 我不能再失去一個戰將 國民黨剩下三十四席 我們不能嫌太多 我們沒有這樣子的本錢 再失去維州這樣一個戰將 況且要改革可以 留下來才有改革的機會 離開了就是選擇放棄 我覺得這不是維州心裡所想的 所以我們用盡所有的可能 包括我自己 包括我們這些黨團人為的 大家都覺得這是一個 我們要做最後努力的 的地方 所以我們做了這樣的努力 然後我相信他也被我們感動 最後他願意選擇在今天 跟大家來做一個報告 跟說就是這樣子 然後財政新聞追問一下 剛剛那個就是說 如果那個吳主席 如果有提名那個維州委員這邊 那個參選下一屆委員的話 那個剛才維州委那邊有提名說 這樣算是這個佛明亞也違法了這什麼看法 那一個是第一個 完全沒有這個事情 他剛剛維州也講 講說沒有人去跟他提這個事情 第二個 那是下一局 維州是一個堅持住度的人 明年的選舉 明年的選舉 是明年的選舉 明年的選舉 也有黨內的移民制度 我相信維州他的堅持 就是照制度轉 到時候 明年選舉 不管是立委的移民 或是總統的移民 都會有黨內的制度 所有黨內的統治 這是維州當初我們共同的堅持 就是照制度來做 制度怎麼樣規定 我們應該就是照制度來做 想請教一下 剛剛有提到說 感謝立任黨同學的寫告 但是沒有提到的東西 不可以嗎 應該都不管 我想 因為 17號的時候 東常委開會 然後決定 就是沒有開出黨主這件事 其實 某種程度 也可以代表黨中央的 一個 善意的回應 所以 我們也感受 那 在這段時間 就 剛剛 齊仁已經有講 包括 幾位前主席 都非常的關係 所以 這當然也包括 這個 黨中央當時 做釋放的 這樣的一個參與 那 我 還是再一次強調 剛剛 前一提 說 關於明年 一個立委選舉 的事情 我是一個 堅持 就是 這一段的挫折跟 困頓 就是 為了制度的堅持 大家可以想像說 我可以接受說 不要按照制度 直接提名給我嗎 我無法想像 自己可以做出這樣的事 所以將來 明年的選舉 當然 訂定 提名辦法 就要按照提名辦法 來走制度的 這是我堅持的 謝謝 好 請再問周圍 就是 林東華 本主席 他好像有接受媒體 訪問 有透過說 如果他是011或010 那問題 就可以解決 那你怎麼看呢 然後要怎麼像 就是 林家這邊 大老長 來交代 我想 這個 中清會 我們也 在最後一刻 也跟他們做了說 我們 所有的中長 大概都 很能夠同情 而且理解我的決定 而且尊重我的決定 那 邦華先生當然 就是 他投入的 這一次他非常的熱心 所以心中有很多的不捨 他的講法 其實是一種 有一點 反應就是 我們認為說 這樣的選舉 不該 用 財富來決定 所以 有很大的改態 我們希望 將來的改革 也可以 在這方面 有所進步 每個人才都 應該有機會出國 而不是要 其他的條件 回歸到選選 這樣子的出國 謝謝 好 我們最後一個問題 委員會 我現在回到黨 回到國民黨 只要對國民黨有幫助的事情 我都會做 包括 在新竹縣的補選 包括 縣展 包括 鄉政黨 包括議員 我都會去做 謝謝 我們今天的記者會就到這邊 我們最後再排一次 好 團結重新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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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結重新組起